那前面我们修过 如如 明了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 是万法皆空 包括自信 自信 确实它不空 不空为什么说它是空 自信没有现象 不是物质现象 我们言而逼舍深 远不得 不是心理现象 我们的思维想象 远不得 心远不得 它也不是自然现象 那么换句话说 阿赖也得见分远不得 它能生万法 什么都不是 它能生万法 不是这三种现象 但是它能生三种现象 它能生物质现象 能生心理现象 能生自然现象 所以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无 那么这个境界 华言经上称为 不思认不思认 不思认 不思认 我们无法想象 也无法能把它说清楚 说明白 它存在 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实不在 谁能证明 佛法 我们努力修行 修到八地菩萨 就见到了 就证到了 八地以上 八地上面是九地 九地上面是十地 十地上面是等觉 等觉上面是妙觉 妙觉无上没有上面了 那谁称为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是妙觉 妙觉才称为佛 真正的佛 究竟圆满的佛果 它真的了 怎么真的 它将烦恼 跟烦恼的习气 全放下了 八地菩萨 烦恼放下了 确实没有了 习气还有一点 不多 那一点点习气 就是障碍 不障碍 不障碍他臣服 也不障碍他度众生 障碍他回归自信 他知道 自信他清楚 他确实真的 但是他入不进去 那么这辱 大臣教里面讲 如有念度 前面我们受苦 一个是礼如 一个是心如 行如 要回归自信 我圆满 其辱自信 也有念度 一种是如 八地以上就如了 并没有圆满 并没有圆满的乳 好像开悟 八地以上 是解悟 他一点疑惑都没有 解悟 而妙绝国位呢 是镇户 镇户 那这才到究竟圆满 无事无明 习气完全断干净 这个人 不住 射暴徒 射暴徒是最高的 境界 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从哪里来的 我们现在高清除了 无事无明 习气变现出来的 无事无明 习气断干净了 射暴状怨徒没有了 还是一场梦 它是无为法 法相将无为 将六种为 最后一种 是究竟的无为 叫真如为 妙觉真的是真如为 入场结光了 这才叫真正的大圆满 究竟圆满 真正的大圆满 真正的大圆满